在唐朝历史的长河中,贞观之质的辉煌,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被后世无数研究者与文人默刻传颂,但在这段辉煌历史的背后,隐藏着一段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,玄武门之变,玄武门之变中,李世民首任自己的兄长,太子李建成,从而开启了自己的帝王生涯,这一历史事件。 至今仍为众多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探讨,有专家研究历史时发现,玄武门之变前夜,李建成曾得到一女子密报李世民要发动变乱,但次日为何仍然大摇大摆,走进玄武门呢?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在玄武门之变前,虽然夺处之争愈演愈烈,但从明面上来,李建成占尽优势,首先,长安是他的地盘,在太子之位待了近八年之久,已经让他积累了雄厚的人脉,形成了自己的势力,而众所周知的是,李世民的势力范围集中于他亲自打下的洛阳,其次,为了遏制秦王府的势力。 李建成擅自招募了两千多骁勇之士,充当东宫卫士,由于驻扎在长林门,得名长林兵,这等于在李渊的禁军之外,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武装。 对于这一情况,李渊选择了无视,等同于以行动支持李建成,而李世民在长安城并无私人武装。 其三,李建成看来,父亲李渊站队自己,皇宫禁军自然不会胳膊肘往外拐,玄武门外就是三万精锐的原从禁军。 李世民又能整出什么名堂?李世民是一个十分厉害的皇帝,唐朝的建立他功不可没。 可遗憾的是,李世民并不是当时的太子,也就是说,按照继承原则,李世民是不能成为皇帝的了。 那么,为什么他后来当了皇帝呢?其实很简单,因为他杀掉了当时的太子,使得只有自己能继承皇位。 这就是历史中非常出名的玄武门之变,和《隋唐英雄传》中完全不同的是,在真实的历史中, 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兵力都是非常强悍的,再加上当时的继承制度,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,李世民都是没有办法成为皇帝的。 对于李世民来说,他很早就知道了这一点,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和哥哥去争,因为风险太大了。 可是李建成不这么想啊,因为李世民的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,尤其是在士兵方面。 说李世民一呼百应一点都不夸张,所以李建成也一直在准备如何除掉李世民。 这一点李世民也很清楚,所以双方其实都在等一个机会,而这个时候李建成先坐不住了。 当时虽然国内稳定了下来,但是在国外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处理,这个时候李世民手下的兵将自然就要出征了,而李建成就选择了。 这个时候,等李世民手下的将领出征之后,就立马对李世民动手。 这个时候李世民也是没有办法反抗的,虽然李建成的计划很好,但是李世民也不是吃素的。 在李建成决定了这件事情以后,李世民很快就得到了消息,按照当时两人的情况来说,互相在对方说身边派一个卧底啥的都是正常操作,只不过互相找不出来而已。 当李建成的计划被李世民得知的同时,李建成这边自然也得知了一位消息,在李世民发动进攻的前一天晚上,就有一位女子来找李建成告密,作为一个同样长期征战的人,李建成当然也不会忽略这条消息,但是也不能直接相信, 毕竟一发动全身,那么李建成是如何验证这条消息的呢? 其实很简单,那就是立马联系李世民身边的卧底,不过遗憾的是,李世民和李建成身边的将领可是完全不同的,李世民身边的将领都是当年从瓦岗一起出来的,那种亲密程度是常人不能比的,而且李世民常年征战,这种机密的事情自然只会找最亲密的人去说,所以李建成安排在李世民身边的人就没有得到任何消息, 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,李建成就没有相信这个女子的消息,还按照原本的计划去执行,但是李世民这边就完全不同了,李世民想要从这次计划中胜出。 那么需要有两个条件,一个是在动手的时候,李建成身边的卫士不能太多,另一个就是李渊不能在场,思前想后就只能在一个地方动手,那就是玄武门,为什么会选择玄武门呢? 李建成在玄武门的时候,李渊一定不在场,因为这场活动是李建成负责的,李渊不会离开皇宫,而另一方面,玄武门属于皇宫范围,卫士不会太多,在这里动手,大家就是少数人对少数人的作战,而按照这样的人数来看,李建成的武将自然不是对手,为了保证计划的万无一失。 长孙无忌还买通了负责把守玄武门的武将,后来的结局,大家就知道了,当李建成带着少数人马出现在玄武门的时候,李世民已经带着人等在这里了,李建成当时十分的惊慌,二话不说,就要往回跑,按照当时的皇宫构造来看,李建成只要翻过一个山头,就能来到皇室武将看守的地方,也就能得救了。 但是李世民当然不会给他机会,直接在玄武门结果了李建成,这时李建成可能死都不明白,明明玄武门已经打起来了,为什么李渊却不出面阻止呢? 其实很简单,李世民让玉池公来到了李渊的面前,玉池公是什么人,他不单单是李世民的武将,更是和李渊有仇,其实李渊看到玉池公出现的时候,就一切都明白了,所以后来才会如此简单的认可了这件事,不久之后李世民就正式登基了, 其实作为太子,李建成的计划是没有错的,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因素,虽然两人都在对方阵营安插了卧底,但是李世民手下是如何的团结,他的卧底完全没有任何作用,最后的结果还是李建成败了,不知道李建成是不是在后悔。 当初应该听那个女人的话呢,玄武门之变,不仅改变了唐朝的历史走向,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卷上,留下了深刻的烙印,讲述这段历史,不得不提的是李世民,李世民的上位之路,其实并不平坦,而是伴随着剧烈的家族内斗和血腥的权力争夺,探究玄武门之变的深层原因,我们不难发现, 这场变故的根源在于唐朝初期的皇室内部矛盾和权力结构的不稳定,李渊在确定太子人选时,采纳了传统的敌长子继承制,选择了李建成为太子,然而,这一决策却引发了其他皇子的强烈不满,其中李世民的不满尤为显著,李世民最初并未有篡位之意,但随着他在军事征战中声望的日益提高,其个人的权力和影响力也随之增强,在军营中,李世民得到了 广大将士的拥戴和支持,这也逐渐激发了他对皇位的渴望,与此同时,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,不惜一切手段,他在李世民身边安插卧底,意图时刻掌控李世民的动向,但这些行为并未能阻止李世民的崛起,因为李世民在军事上的成就已经深入人心。 他的军队团结一致,卧底难以在其中起到作用,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,李建成和宫中的一些后宫妃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其中,张杰瑜与李建成的关系尤为紧密,张杰瑜深知宫中的一切动态,并将重要信息及时告知李建成,李世民在外征战,虽然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, 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和军事才能,逐渐构筑起一套完整的夺位计划,在李世民策划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,张杰瑜意外得知艾瑜这一消息,并在变故前夕,将信息告诉了李建成。 那么,为何李建成在得知密报后仍然选择附会?首先,李建成对这一重要情报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,李建成作为太子,深受嫡长子继承观念的影响,他深信自己的太子地位不可动摇。 此外,李建成的自信也来自于他在宫中的势力和影响力,在他看来,皇宫中的禁军都忠于自己,足以抵挡任何来自李世民的威胁,这种过于自信甚至自负的态度,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,在玄武门之变爆发之时,李世民的行动迅速而果断,他成功收买了禁军将领,并在关键时刻发动了政变。 李建成在进入玄武门时,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,最终,李世民在玄武门前将其凶杀害,改写了唐朝的历史,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中,我们不禁会思考,如果李建成当初能够对张杰瑜的密报,给予足够的重视,事情的结果或许会大不相同,但历史已经发生,任何的假设都无法改变过去。 李渊的本意,是指责李世民无视手足之情,宗法制度,给予储君之位,但没料到这个儿子却反咬一口,他控诉建成,元吉不但淫乱父皇的后宫,还试图谋害自己。 莫非是要替王世冲,斗建德报仇,李世民不按常理出牌,一下打乱了李渊的思路,这位老夫愕然不已,盯着二儿子半想才说,明天我亲自当面审问此事,你最好早点来。 关于建成,元吉淫乱后宫,纯粹是捕风捉影,为了稳固处位,建成刻意巴结李渊后宫嫔妃,使称产于陆仪,无所不至。 唯独常年带兵在外的李世民,不但不讨好这些后妈,甚至曾在当初攻下洛阳后,拒绝了张洁瑜替父亲拿地的要求,因此,这些后宫跟李世民之间自然不怎么对付。 李世民之所以提及王世冲,斗建德,原因也很明显,这俩人曾经是李渊夺取天下的拦路虎,却被自己一战全灭,故意提到他们,巧妙地提醒李渊别忘了自己对大唐的卓越功勋,短短一番话。 李世民精准地拿捏到了李渊的七寸,成功地让李建成,李渊吉收到了第二天一早进攻的旨意,如此一来,他的服杀之计终于得以开展,而李建成多年的经营也没白费,李世民刚走,张洁瑜切知世民表意,斥与建成,也就是说张洁瑜探得了李世民上表中的内容。 见到李世民主动进攻,李建成倒是没料到,于是立即找来李渊吉商议,李渊吉也觉得情况诡异,加上淫乱后宫这种罪名,向来百口莫辩,他建议装病不潮,乐兵以官行事,但李建成的意见是这样,兵被以言,当雨递入餐,自问消息,这句话包含三层意思,第一,自己早就做好准备,长林兵随时可以投入战斗,第二,自己没做亏心事,半夜不怕鬼敲门,不怕进攻对峙, 第三,作为优势一方,应当听从君父之命,不能给对方以口实,由此看来。 李建成也是个考虑周全,十大体之人,但有一点却出乎他的预料,东宫、皇宫早已被李世民秘密渗透,对此,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' 感谢观看